东西 再贴过去就好了 这个贴到这边来 这样就OK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 再变动它看看 有了 再变动 这个也正确了 所以 OK 那因为我刚刚是拿那个 我云端上面的程式来贴 所以 可见的我云端上面的程式 也有错误 因为我刚刚是直接拿这边 拿这边来贴的 OK 好 那再来的话 可是会有个问题 就是当我删掉它的话 它不会跟着 清除 所以理论上应该 当我删掉这个的时候 那后面跟着删掉 所以呢 这边理论上 我的写法上 就变成说呢 我应该要在这个逻辑里面 再多一个什么 多一个逻辑判断 就是 一副 里面呢 再加一个一副 如果什么呢 如果那个 一副 哪一个呢 这个 A栏里面是空的 那A栏里面是空的怎么写呢 其实也就是 把这个拿来复制 改一下 这个 改成A A里面如果是空的 那空的 几个写法 可以写的 等于 这样子啊 我一般 比较OK的写法是 空的 你可以用那个 VBA里面有一个函数叫 点 是不是 是不是 is empty 这边有一个 is empty 是不是空的 is empty 呃 括弧一下 让这个is empty 去判断一下 看看呢 这里面呢 是不是空的 如果里面是空的话呢 空一格 Zen 那其他也是空的 反之 else else就执行底下这些啦 所以这些变成在else里面 然后把它按一个tab 然后让它下一阶 因为 如果没有下一阶的话 看起来 不太明显 那我习惯呢 这边加一个endif 所以为什么 习惯先把这些打完 因为如果你没有先打完 常常会忘记 如果你没有打endif 那这个结构就会坏掉 就错掉了 OK 所以 if 如果呢 A栏里面是空的 那 做什么 把bcd 这些全部清空 反之 那就丢公式 OK 所以这个例外 else empty 然后 那就 把它清空 清空怎么清空呢 干脆复制一下 复制这些后面怎么样 全部都改成清空 这样子 有没有 所以清空的话 你可以 shift 按 end 键 这样子 shift end 那就是 选取到最后 所以这边 shift 按住加一个end end 这样就整个选到后面去 好 shift 按住 再加end 意思就是帮我选到 最右 最右边 OK 然后 双一号 shift end 双一号 ok 所以有时候 那一些小技巧 如果你可以 可以学会的话 以后写程式会越来越顺 好 程式写完了 基本上 这样子如果 如果是清 如果里面是空的 所以我这边设个中断点 如果这边是空的 那看一下是不是空的呢 好 f8 是 空的 那也帮我怎么样 把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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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掉 OK 所以呢 这边按f8 清空清空清空 有没有清空一些 有没有下一个 清空OK 然后 再来的话那就OK了 所以一样 这边清空 为什么后面 这个有 delete 我知道 因为我程式还在终端 还没跑完 好让他跑完 OK 所以 如果OK的话 delete 可以了 OK 所以 刚刚因为程式 他停在那边 所以你一执行 他 没有 没有walk OK delete OK OK OK